一名母亲站在球池中被小孩玩球 随后蹲下来拨了拨里面的球 没想到过没多久 母亲突然站起来摊开右手手掌 而另一手还握着亮亮尖尖的物品 左看右看相当不知所措 手掌上伤口见血 急诊后医生建议缝针 但谁也没想到在给儿童游玩的乐园 居然遭力气弄伤 我是觉得很夸张 就是我那么想去 然后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会在里面有点高这件事情 一月二十一号晚间 淡水这间亲子乐园的店长 因为维修机器 把一把剪刀遗落在球时中 隔一天这名妈妈带小孩去玩 就被尖锐而且朝上的剪刀划伤手 发热红肿的感觉随之而来 虽然第一时间店长有道歉 但事后公司的处理态度 让当事人很不能接受 稍早联络上业者对方解稿前 尚未给出最新回应 当事人也坚持提告 希望公司能重视整起事件 但每逢假日常去的亲子乐园 如今在此划开一道伤口 也划出一条不信任的界线 三天新闻林七月SNQ小组 新北才有报道